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幅约为0.25% 收盘价为6816点 澳元对美元受到澳洲抢劲的就业数据支持上涨0.17% 限价0.689 英镑对美元在上周英国大选结束后下挫近2.5% 回土大选后的全部涨幅 限价1.300 因为约翰逊赢得选取后将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定在了2020年的12月 市场担心如果到时候双方未能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 可能会再度迎来硬托欧 此举导致英镑持续跳水 最后黄金价格在过去的一周整体呈现歹幅震荡 政府不足12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最小周度波动 黄金限价1478美元每盎司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一个话题是 最近VC已经结束了 有些朋友问我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刚刚结束高考进入大学的同学 因为我也是在澳洲读的高中 所以说呢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给我们的广大的同学 那相信大家在结束高考之后也一定想要出去放松放松 旅旅游什么的 因为我们古话也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那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从高考结束之后到上大学的第一学期开始 我们总共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跟我们去吃喝玩乐 但如果说一整个季度全都是在玩 那是不是身体也吃不消 所以我们就不妨用闲闲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之后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比较好吧 那我最近呢也特别喜欢看一项综艺啊 它是一个辩论节目 那其中呢有一个辩题 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同学们 他是说呀 如果说我们大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们 经济很紧迫 那我们应不应该啃老呢 我的答案呢就是否定的 因为啊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因为我出过留学比较早吧 因为我已经花费了父母的很多积蓄 所以说呢在毕业之后已经找到工作了 那就不好意思再做伸手党 问父母要钱 所以说我就想尽快的独立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 就是的确是大学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可能是工资是不高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嘛 理想归理想 现实归现实 那我觉得节目中的一个变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已经预料到我们毕业后的第一年会比较窘迫 那我们为何不在大学的三年里面就开始早做准备呢 我觉得这是对我很有启发的 因为我回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好像也就是听他这样一起这么做的 那我想跟大家稍微聊一聊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吧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同时打过三份工 开过自己的网店 然后呢又做过销售 然后对做过的是营业员 然后呢还做过那个市场营销 对同时一时间打了三份工 也的确是比较辛苦也很累 但是我却觉得比较充实 为什么呢 主要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积累自己的财富 另一方面呢我也通过打工的经历认识了很多人 包括GoMarkets工作 也我可以说也是我当时认识的一位学姐 把我推荐的 所以说这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积累人脉的过程 那除此之外呢 你这些经历也可以帮助大家在之后更加好的适应社会 那说完了这些 我们也想聊一聊 怎么能够把这些钱存下来 因为大家知道在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诱惑是很多的 包括包包衣服化妆品 特别是女生嘛 看到什么都想去买 一周都闲不下来 不停的要剁手 那我的办法就是拿这些钱呢 都去投股票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说我把这些钱放在股票里 那我可能呢 就不太愿意再去动这部分资金了 那相当于另外的一个形式的存款 对不对 那除了在这个股票投资的经验中呢 我还会学习到一些我之后可能才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说到我自己的投资经验啊 我可以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在17年的时候呢 就买过奔赴酒夜 那时候的它的价格呢 是10块7毛8 14年的时候呢 也参与过Medibank的IPO 也就是一家保险 医疗保险的公司啊 那个时候价格也是比较低 除了这两个比较成功的投资之外呢 我也买过很多神仙股和小盘股 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可以说是大起大落过 但是当时呢我的大起大落呢 可能就只在500到800澳币之间 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存款也不多 积蓄也不深厚 所以说我的那个犯错成本也就是比较低 那我也总结了一下 我当时的三年的一些投资经验 要分享给大家 那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不要轻信小盗消息 当时我其实是看了很多的新闻 也参加了很多论坛 里面呢就不断的会有一些 资深大牛会分享一些 他们自己的看法 或者说是他们倒听出说的一些消息 在那个社区里面 那我当时因为也还比较嫩嘛 所以说我往往就信以为真 对吧 他们说什么好 我就买什么 然后结果就是赔的比较惨 这我也是要跟大家说的 如果这个股票呢 大家真的不太了解 那就还是别去投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不炒神仙股 什么叫神仙股呢 就是它本身的股价比较低 那它一天的波动呢 可能动不动就是超过20% 我往往就是刚刚买进去 它一天就跌了20% 把我自己吓都吓死了 所以说我立马掉头就跑 还没长起来 我就先跑了个一干二净 所以说往往也是以残淡而收场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两点建议 都是血鱼类的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一言 不要再去犯这些错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说第二个话题 那我是金融系毕业的 那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日常跟其他系毕业的 一些同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上中呢 也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一个读农业的朋友 他就在跟我聊天 他还说到日本的遗产税很高 高达30% 当时我们俩就很 我就很震惊嘛 我说啊怎么会这么高 他说是啊 澳洲有没有 然后我说澳洲好像没有这个政策 那我就大松了一口气嘛 对不对 还好我们澳洲没有 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如果你在日本的话 那你看到这个政策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那就是在我死之前 一定要把我的钱都花掉 对不对 与其把这30%的钱都交给政府 那不如自己好好的去享乐享乐 对不对 那所有说 这个政策它背后的含义 其实政府想要去拉动日本的经济内需 然后从而起到一个刺激经济的作用 在理解完了之后呢 我就跟我的农业朋友说 他才恍然大悟 他觉得啊 原来是这样 那原来政府不是缺钱 而去收这31%遗产税 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GDP而着想 才去去收的这个钱的 这件事就让我回想起之前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跟我室友的几次对话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好在上一门课 很有意思 叫全球经济学 在课上 我们就学到希腊危机 等之类的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 很好玩 然后我就回家讲给我室友听 然后我室友呢 听了半分钟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太无聊了 你与其说这些发生在欧盟的事情 不如跟我说说 我明天考试该怎么考 这样比较好吧 所以说这件事情离我太遥远了 是我们这一代人 普遍所面对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可能 只是专业不一样而已 那等到我毕业之后啊 开始进入工作 我跟我一些朋友开始聚会啊 或者是大家聊聊 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 我也会问一下说 哎 朋友们最近你们有没有看一些股票啊 或者说有没有去进行一些投资啊 他们的回答往往都是 就是人家说什么 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事情 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我们30岁之后才应该考虑的吗 或者说哎 这个事情你跟我爹我妈说去就行了 跟我说干什么呢 这有什么意义 我又没有钱 对不对 所以说就算很多金融 或者说会计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啊 他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思维 或者说去投资的意识 去进行一些投资 那我觉得呢 其实投资并不是脑子一热 或者说灵光一现就能够突然开窍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可以一帆风顺 所以说啊 我们最好呢 就是提前开始做一个熟悉积累 然后呢 才能够慢慢的去理解投资这件事情 然后只有在真正遇到亏损了 我们才会反思 才会进步 才会去学习 我觉得呢 这就是麦克一直给大家灌输的理念吧 就是投资呢 还是要尽早的开始 然后如果遇到问题呢 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 今天的每日财经快选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